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王表示 姜永远不会恢复父亲俩的任何王室官方身份 原本协议规定的一年审查期限还未到 重新谈判王室职责和公务身份的兴望就完全破灭了 不仅如此 这些爆料已需将此前威廉王子和开头王妃 为修补关系而做出的努力辅助东流 兄弟间的裂痕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 还得罪了一直提供资金支持的金主爸爸 转人死亡子 甚至于女王奶奶都是要表达不满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 东方消息人士认为 这本爆炸新的书已经彻底结束了他们回归的任何希望 自娶了美国女演员梅根之后 哈利王子真的和原生家庭一点点的脱离 先是搬出了此前一直居住的戴妃故居肯西顿公 后又是退出皇家基金会 据使曾经的兄弟曾立的基金会彻底解散 再后来夫妻俩于今年四月份彻底退出王室 离开了孤独英国 随梅根定居在了一个很陌生的美国 没有一切成长的发酵 没有家人的支持和爱护 曾经的胸有弟公 书嫂四姐弟 也算有爱 家庭团结 似乎都成为了昨日泡椅 现在更是连唯一一条与家人保持关联的道路 也是被毒死了 冲犯王室已经成为不可能 如果今后因为与梅根性格不合 或者是某种原因 而已离婚告终 那周电视哈利王子将在美国 将会是孤苦无一 只希望今后的他 不会因为曾经的爱情 而后悔自己走的每一步 接下来是 就是四岁女王把其开直播 抢梅根心疏风投 巧妙阻止了梅根开斯凯特 梅根马克尔和哈利王子 近几天终于闹出了大动静 他们组织发布了新书 《寻找自由》正式出版 梅根在这本书里吐槽了自己 正在和王室生活如何不易 还看似了嫂子凯特王妃 根据梅根的描述 她认为凯特对她极其冷淡 当她在威斯敏斯的大教堂 试图与凯特进行眼神交流时 凯特无视了她 梅根一系列的说法都是自说自话 伊丽莎白女王必不赞同 老人家用自己的方式打压了梅根马克尔 当地时间7月26号 94岁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 在联邦办公室开了直播 与人们一起通过网络方式 参加了新画像的虚拟节目仪式 女王精神状态很好 她穿着黄色连衣裙 打扮得很精致 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灰色灰色地同大家聊天 并且参与了评论 英女王的直播一下子 就是抢走了梅根新兽的风头 也是把梅根凯斯凯特的热情啊 浇灭了 梅根的新书发布是蓄谋已久的 她已经离开了英国王室 还拿自己跟凯特王妃的过节来说是 最排名了就是在消费凯特 94岁的伊丽莎白女王眼明昔亮 她霸气开直播压住了梅根的新书风头 巧妙地阻止了梅根凯斯凯特 看了出来奶奶真的是很疼 大酸习 女王拥有一双慧眼 她洞察逝世 知道梅根的目的是什么 可是她又是哈利王子的祖母 不能直接和梅根应对 只能用开直播的方式 转移媒体的关注点 女王头脑敏捷 在直播当中还说了一些冷笑话 这给了英国民众极大的鼓舞 也让大家对军组织更有信心 再不想关注梅根 哗众取宠的行为 伊丽莎白女王这么做 就是在为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曝露 也是在为君主制扫清障碍 英女王的做法是明智的 她用间接的方法阻止梅根 给了远在美国的小孙子哈利一家一个警告 梅根和哈利王子在书中描述的委屈本来就是很片面 凯特王妃不会公开的与她辩论 梅根这是确定了这一点 所以才会口出狂言 根据内部人士告诉每日邮报的消息称 梅根的说法完全错误 剑桥公爵一家张开双臂来迎接梅根马克尔 凯特王妃在过圣诞节的时候 邀请梅根来到他们的诺福克郡别墅做客 当时梅根还没有和哈利王子结婚 但是凯特已经把她领入了完全私密的内部住宅 并且竭尽所能的让她有一种宾致如归的感觉 凯特王妃了解梅根喜欢吃素食之后 亲自为她煮了一顿素食业 如果这都不算热情的话 那应该怎样相处才能够让梅根满意 伊丽莎白女王对凯特的行为都是看在眼中 她更是体谅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不容易 被梅根的一次次抹黑之后 凯特都是闭口不言 做长辈的已然看不过去 梅根脱离皇室 本质上是她对君主制的地位感到不满 她想超越凯特和威廉 但是被这皇家大臣们阻止了 女王也知道梅根的心思 可是她不予离赛 事情闹成这样 女王并没有怪他们 反而是告诉了哈利王室随时欢迎他们回来 这样的祖母是慈爱的 凯特王妃仅存君主制命令 不会对媒体泄露任何的思绪 梅根如此斯凯特 女王是看不下去了 才会开直播抢风头 这一大架子人都是被梅根弄得焦头烂额 最后是皇室专家揭秘了梅根野心 舍得放弃英国王妃 进行计划竞选美国总统 美国的好莱坞女演员梅根马克尔 是与英国的哈利王子组建家庭 本来是一段浪漫的跨国爱情故事 充满了童话色彩 令所有的人为之羡慕 然而梅根马克尔并不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是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抱负 远远不满足于此 英国王室所基于他的王妃头先 因此这个浪漫的童话爱情故事 逐渐演变成一个堆荡起伏的往事战争故事 谁也猜不透梅根最终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近日电视和广播节目名人贝弗利·特纳 在良好的权威节目上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里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希望可以竞选美国的最高职位 他透露 梅根马克尔计划竞选公职 已经将自己的目标定位成为美国总统 梅根和哈利王子自从今年3月搬到了美国生活 就是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发表了很多言论 例如种族问题和气候变化等等 最近不证实了贝弗利·特纳的说法 特纳表示 他将竞选总统 我对此毫无怀疑 我认为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可能不会快 但一定会这样做 与他对话的杰里米·维恩惊讶地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 特纳女士回答说 我有充分的权威证明 他想竞选总统 也许还会有更糟糕的总统 我希望美国可以出现一位混血女性总统 我希望如此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在辞去了皇家之务以后 发表了《坑墙有力》的言教 抨击了处于权力中心的人的待遇 在2020年 女孩领袖峰会上 梅根录制了一段8分钟的视频 她在洛杉矶江中说道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东西 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人 立法者 世界领导人 高管 所有这些人 他们对你的依赖 都是超过了你对他们的依赖 事实就是如此 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们要将社会推向一个更包容 更公正 更具有同情心的方向 还需要负责有关公正 性别 气候变化 心理健康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工作 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工作 不仅如此 梅根马克还抨击了英联邦的历史 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对历史和现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高谈扩论 不仅让我们联想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是啊 作为一位房地产开发烧 都可以成功竞选为美国总统 那么美根为什么不可以 后莱坞演员兼英国王室成为的身份 成为美国的总统呢 美国将于11月进行投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很有可能取代现任的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 成为美国下任总统 而梅根马克尔刚刚来到美国 受到了大流行的影响 他的很多计划都是被割制了 目前正在处于慈善事业上抛头露面 以增加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如此来看 今年的总统大选 他是赶不上了